負責人 他們來自泰瑪里鄉的泰瑪里街103號 除了有A組 他們同時報名了B組 泰瑪里無保會民俗團 展演的主題是民俗陣頭 內容就是有全台灣唯一超級的大獅頭 有多麼超級呢 等一下就可以看得到 還有傳統的官將手和電子神教 演出人員50個人 他們是A組加上B組 在這一組表演完 比賽完我們會有今天晚上7點半 就是炮炸寒丹爺在這個地方 所以下面要 比賽的隊伍暫時就是 等待 我們也請警察先生前往指定的地點 去做一個秩序的維持 那麼在第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的分數 我們會統計之後 放在那個看板下面 有一個計分的標示 計分的告示牌 大家可以看得到 等一下7點半以後 炮炸寒丹爺過了以後 我們會A組B組會繼續 太馬里武寶會民俗團 在民國98年成立 曾經有這個女性的官將手 一炮成名 另外去年十三太保鎮 也是民造一時 說到官將手 傳統的官將手 他的臉譜單色 大部分呢 就會在額頭 在鼻子 在下巴的部分 有那個金漆的畫法 所以俗稱三點睛 為什麼要三點睛 說這個三點睛 讓他的樣貌更加的威猛 如果要變化他臉譜的時候 首先要注意 線條的面積 不能夠大過主要的顏色 主要的顏色 如果是紅的 或是綠的 那線條是不能夠比他多 線條不能比主色多 才能夠保持這兩個將軍 主要的差異 官將手的形象要很剛正 所以他那個臉譜 不能夠太過扭曲 花臉臉譜啊 要保持剛強威猛的那個將軍氣勢 官將手前期是採那個水將軍的綠臉 曾將軍就是一紅一藍 後期呢會改比較傳統的 兩位曾將軍都是紅色的臉 這是我們看到來自太馬里 吳寶慧民俗團 遊車 住村 朝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